那么为了鼓励学童在阅读中认识自我文化 吉安乡公所特别精选300多册 多元族群乡土绘本以及工具书 送到了乡内八所国小以及三所国中 并且分别在吉安国小以及道乡国小 办理了通话快递学母语的活动 由乡长游书贞以及客语新传师来进入校园 和孩子们透过互动与故事共学客语 小朋友们全神贯注投入在绘本的故事情节当中 跟着新传老师一问一答反应超乐落 为了鼓励学童在阅读中认识自我文化 这次吉安乡公所特别精选300多册 多元族群乡土绘本及工具书 送到乡内八所国小及三所国中 并分别在吉安国小及道乡国小 办理童话快递学母语活动 非常感谢乡公所送给我们很多 客家的工具书还有绘本 这个全方位的包含从初学的小朋友的绘本 可以拿着客家绘本来阅读 另外还有高年级的小朋友 如果要认证的话还有工具书 类似像自音自行的课语的工具书 这样的书我们会放在我们的图书室 以及班级 让小朋友你需要的时候都随时来借阅 让我们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可以运用 吉安多元族群融合这一次送书送绘本到吉安的各个学校 我相信多元族群的学习母语的传承都是我们责武旁贷要来做的铺陈 大乡国校是以客家教育为发展重点的学校 推动面向包含曾经式课语教学 课语生活学校以及本土语文课程 全方位推动课语 为执行客家计划成果 小朋友也动手绘图 连续三年利用课语编程出版绘本 而今年的主题则是千牛花 要自证给乡公所呈现小朋友的学习成果 那这本千牛花呢 它有呼应了就是我们今年度 因为在疫情当中 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然后就是保重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本千牛花呢 就具有现在时代意义 那这本就是全部是客语发音 所以我们赠送给乡公所 吉安乡公所蝉联融获 以花东为意 推动客语为通新语 家等的游艺成绩 两年来共货颁100万元奖励金 会接续营造全乡的客语流通环境 培植客语人才向下扎根 这次除了购买乡图绘本 工具书文学等书籍 未来也规划将绘本 置证给乡内各公司立幼儿园 同时在吉安乡图 也会增购系列套书 欢迎有兴趣的读者 可以前往借阅 记者许立琴 吉安乡报导